俄罗斯首次就公开了击毁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影像 残骸中却惊陷着赫然打着中国制造的零部件 这是真有其事呢 还是说当时记者又摆了一个大乌龙呢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美国援助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虽然说数量不多 也就那十几套 不过说最近好像又有十八套正在运过去了 就开始运过去那些 虽然数量不多吧 虽然说也没有起到这个扭转战局的决定性作用 但是呢 这种海马斯火箭炮系统配合 它的精确制造的火箭弹 确实打掉了俄罗斯的不少重要目标 可是把这俄罗斯这边搞得非常的恼火 可以说是恨得这个哑都痒痒了 俄罗斯这边也一直宣称 干掉了多少多少海马斯了 但是呢 一直也没有这个确凿的证据 最近呢却出现了一个视频 据说是啊 俄军这个气势磅礴的 把这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打得个稀碎 并且展示了被摧毁的残骸零部件 这个画面中啊 有这么一个部件 那赫然标着一串 这个英文就是这个中国之操 你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前一段 F35上出现了中国的一些零部件 就是用磁材料的部件嘛 这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那这海马斯难道也离不开中国吗 我们来看几点啊 第一 这个消息呢 是从哪来的呢 就是咱们大家都特别熟悉 某香港某电视台 这个某专门报道 俄罗斯方面的某位记者 他发出来的 目前呢 还不能完全确认 这个视频是怎么回事 这位记者说 这是这个被打得稀碎的 这个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残骸 俄罗斯官方这边呢 也没有证实 第二 咱们具体就说到 这一段影像来看一看哈 这个也有可能是 被击毁的这个海马斯 但是这是在哪里被击毁的 是不是在这一次的 俄乌战场上呢 这就不好说了 主要是呀 这一位记者呀 他以前有过的一件事 他曾经说呀 有一些比较乌龙的一些事情啊 其实也没有大错 但是更加说的不准确 你就比如说吧 他在这个马里乌波尔的战场上 他去了 哎呀 这是也真不得了的一件事啊 他在那个战场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把这个波朗宁的 微型手枪和小手枪啊 说是这个 你看 这把枪是北约配给他们高居军官的 所以呢 这里边可能有这个北约的人 应该就在这里边了 下面会有西方的这个妖人 其实呢 咱们说那一把枪 那把枪做的是挺不错的 波朗宁FN1906那手枪 比咱们一个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小 号称这个掌中雷 这个枪呢 是1904年的时候 波朗宁设计的啊 深受一些特工人员和军政领导的这个喜欢 但是呢 他不是这个北约的制式武器 那今天就肯定更不是了 很显然 这位记者啊 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有点草率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吧 人家能够多次前往这个前线地带 带回来一手的信息也是难能可贵的 好咱们再说回啊 这个零部件 疑似是中国制造这个零部件吧 它是一块金属盒子 大概有这一块砖头那么大的一个金属盒子 外部呢 还有连接线 顶部呢 还有一串这个英文的这个标记 和数字的标记 就是标着这个CAM14060515的这个字样 看样子是一个什么型号 下面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英文的中文制造 这东西看上去啊 就我个人的经验 和现在仅有的这些图像资料来看 它很像是一个电器与电子连接的这个转换器 对电路进行这个连接转换 或者说再做一些增益处理这种功能吧 这属于机电产品里面比较常见的通用配件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判断 也不一定就最后就是准的 如果说这真的是这个海马斯的残骸的话 而且这个部件也真的是中国制造的话 它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嘛 因为这类基础的零部件 中国产品的质量好成本低 美国厂家呢 当然也就变成了一个首选 你还别说制造商在这边了 你看这个美国航母 它在维修过程中 在处理一些零件的时候啊 那还用到中国3D的打印机来进行这个维护呢 美国大兵 他不是还用过这个咱们中国产的消费机无人机吗 母亲 ämän日子 估论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